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是我百坑讲坛的第184期 本来应该是很普通的一期的 但是我这边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消息要告诉大家 就是从本期开始 百坑讲坛除了会在优酷传送之外 我还会传送到B站 我在B站的用户名叫小半个臣子 有可能将来我会改名 但是暂时先用这个名字 为什么叫小半个臣子呢 因为其他我能够想到的可以注册的名字 都已经注册不了了 所以说只能先注册一个叫小半个臣子 其实早就有人说 希望我把视频放到B站去了 对吧 一开始有人要我把视频搬到B站的时候 其实我是拒绝的 因为你不能让我搬 我就马上搬 第一我要看一下 因为我不愿意从观众的投稿里强行筛出以后 再加一些特技上去 比如说陆续每把都 咚的一下连弩44杀 这样观众出来一定骂我 根本没有这种实战意义 对吧 就证明上面那个是假的 后来呢 我也经过证实 其实B站的观众呢 也是比较理智的 我大概观察了一个月左右 感觉还不错 那我做百坑讲坛的时候呢 就会要求自己也不要加特技上去 因为我要让观众看到 我讲解完以后是这个样子 你们自己去打也是这个样子 为了纪念一下 这一期 我决定这一期呢 会比优酷先放 我以后的原则呢 还是以优酷为主 因为至少在我当年还没有出名的时候 是优酷先给我提供广告分层的 虽然很少很少 一个月几十块 这个样子的 但是当时我还没有名气 最近为什么又想到放B站了呢 因为优酷那边跟大鱼合并了以后 出了很多问题 导致我这边那个广告费其实拿不到 我说那既然如此 你先违约的 那我也无所谓了 对吧 而且我跟他 而且他没有买断我的那个独家的视频权 我觉得为了方便大家能够更好的观看百坑讲坛 那你 那我就能放的地方我就都放了 我觉得B站挺好的 首先他没有广告 其次弹幕可以随便发 当然我也知道在B站的弹幕啊 有很多人这个会会非常不负责任的发弹幕 但是呢因为我这个人是以直播为主的 做视频只是顺便 所以说我并不是很有所谓 以后秉承着这样一个原则就是还是优酷先发B站后发 因为我的电脑 我的我的这个网络流量就这么点 我我两边一起发 有可能要发 有可能要发很久 因为这视频实在太大了 好几个季的 现在我做视频做的都是1080p的 太大了 船都要船很久 而且B站有一点很不友好 就是我百坑讲坛的片头 他竟然不让我放 当然了 这也是我自己的原因 谁让我用的是 谁让我用的音乐 没有得到过授权的 对不对 也是娱乐嘛 对吧 也无所谓 但是既然他不让我放 那就不放 反正以后你们看到的 在B站的百坑讲坛没有投的 没有投的 好吧 那重要的事情就说到这里 我们下面马上进入今天的百坑讲坛 好 第一局呢 是反贼啊 在墨之位的 有很多很好用的武将 然后他刷了半天啊 学了一个照相 这个很有 很有娱乐精神啊 我觉得玩反贼的时候呢 有点娱乐精神啊 还是非常不错的 那就娱乐一下吧 娱乐精神对吧 男蛮入侵 杀 杀 杀 夏侯渊起手就开男蛮的 杀 死而复生 生 这边这个视频还是个老视频啊 这曹丕的血量显示还有问题 结果这个曹丕 结果我以为这夏侯渊是 不是反贼 他是仗着自己不怕被曹丕翻嘛 其实夏侯渊也怕被曹丕翻 那一样的 伏笔双 该翻还是要翻的 伏笔双 天下万物生与有 片牌的 须怀若骨 生与无间 并平道微妙者 成一击可以转微为安 旧王始存也 这个左词的化身很不错了 回合外有个蔡文基可以用 回合内有成功可以用 难得其法 决斗 铁锁连环 九 雷霞 哇 这刀很 来 开始神速了 战 白嫖了这个 好吧 两张牌翻一个人 两张牌翻了 两张牌翻了 小号员 哇 好厉害 好厉害 判了方骗 好厉害 这 死了 这陆迅怂的不行啊 前面被骗了一下之后 现在慌的不得了 这陆迅竟然没有把牌给自己 裸在那里了 其实 其实陆迅 一张牌都不发给自己 是很亏的 因为他裸在那里是很危险的 古丁刀也没见过 应该给自己发一张的 当然了 他可能觉得 夏侯元一张牌都没有 更危险 道理好像也是 解锁了 很不错 管师傅 没办法 得救 其实他也算是待人受过吧 对吧 如果他给了自己 那就是夏侯元被暴局 但是我 但是我不得不说 夏侯元 已经是彻头彻尾的无用之人了 还去管他干什么 总归自己比较重要 你看他死多惨 我觉得 进到 进到终局以后 夏侯元真的没啥用了 我觉得夏侯元 他就是一个 牺牲 就是彻底牺牲自己的防御 去跟对面搏命的一个武将 越到后面越没用 前期的时候 人多的时候 他作为反贼 去点破一个 关键位置的中 或者点破主攻 然后把后期 留给一些后期强力的武将 比如说陆迅 对吧 所以说陆迅 为了保护夏侯元 而牺牲自己 反而亏了 夏侯元结果也没保住 不可能保得住的 现在进入这么一个武人局 然后这边孙登 孙登这个 框币这个技能 我不得不提一下 框币这个技能 就相当于你去银行买理财 然后买理财的话 反正银行会告诉你 这个东西的收益率是100% 但是它不保本 但是它不保本 就是收益率只要到期的时候 这个一切正常 收益率100% 好了 现在已经没有了 只剩本了 只剩本了 现在收益率没了 银行这个通知书已经来了 这个力已经不可能有了 只剩本了 本还保住了 就差个本 然后照相到现在 从头到尾就是个白板 一个没引标记都没有 它应该是个反吧 我记得 好了 孙登听说自己 这个 孙登听说自己的这个 百分之一百的收益没有了以后 悲痛欲绝 本也不要了 然后就死了 第一个 第一个没引标记 是杀自己队友换来的 恭喜恭喜 有没引标记了 有没引标记 我们就可以 我们就可以为所欲为了 对吧 有没引标记 当然可以为所欲为了 对吧 分分钟变一个 一上线的将为给你看 名册 这里跟大家科普一个常识 因为没引标记 因为这个照相实在太弱了 没什么人用的 就是照相的 照相变身的时候 他的体力上限是怎么算的 不是你 不是你现在还剩几个没引标记 是你一共得到过几个没引标记 所以说没引标记能用早点用 不要等到变身的时候 还有多余的没引标记没用完 那是很亏的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就是照相变身以后 体力是怎么算的 就是原来是多少体力 变身以后还是多少体力 但如果变身以后是 体力值是全场最低的 那么可以回一血 所以说变身以后上线 是根据获得过的没引标记来算 而体力值呢 是原来是多少体力 现在就是多少体力 这边的话呢 我们主视角呢 是秉承了我刚才所说的这个讲法 就是没引标记能用赶紧用 但是能用赶紧用是有前提的 前提就是还够用 你不够用了呀 你这个没引标记用完 你没有杀了呀 你现在没有没引标记 就不能龙胆了 那为什么要去用掉呢 不能龙胆了 没有不能龙胆了 你就不能出杀 对吧 不能出杀 你就没有没有命标记 没有命标记 你就不能变身 对吧 不能变身 我就不能给你放曲子 还是 我本来以为会 我本来以为主中优势会很大的 结果一直被压着打 一方面的是因为左慈的这个 左慈的这个化身还是差了一点 一点点 就是前期还比较好用 现在开始呢 就嫌他好像稍微差点 另外一点呢 就是两个反和内都太肉了 导致实施打不进去 相对来说就是曹皮后期太白板 其实左慈的化身不算差的 只能说还不足以逆天 他不够逆天 曹皮拖后腿了 这些呢 你会发现哪怕是照相都还有点用 人家好歹有浮汉的 哇 这么强 厉害了 那这边顺便再给大家科普一下 眉影标记是怎么拿的 首先是按次算的 九杀也只有一点眉影标记 其次呢就是按杀造成的次数 杀造成的伤害的次数 所以说九杀打上去拿一个眉影标记 但如果是铁索连换属性杀的话呢 曹皮那边拿一个 左慈那边拿一个 就能拿两个 被翻了 所以说一共拿了两个 那么现在加上之前的两个有四个 有四个眉影标记 这次可以变身了 哇这个乐有点致命啊 这个乐非常致命 哎呀 听频道 微妙者 明测 其实左思化身已经很多了吧 多少个 九个了 九个化身了 却没有能够防乐的 没有变身 五个 五个没影标记了 五个了 他可能是想 觉得 觉得手牌太差 变身以后断杀 所以说先用一下没影标记 现在有真杀了 而且已经有五个没影标记了 估计要变身了 变身了 变成简容 双九 可以可以 一个桃 没配音的啊 因为已经见不到了 而且 而且题板上写的是简容 没有人知道 其实是照相 这边最后的选择非常不错 因为其实在那个里面 有很多有诱惑力的物件 比如说 比如说如果是我的话 我很有可能会忍不住去选 那个张松 选那个张松 主持者要选择简容 其实 其实他是需要勇气的 因为简容这个武将 首先简容这个武将 残局肯定是很强的 可以拿任意一张牌 当顺手牵羊使用 他至少是张顺手牵羊 如果要是拼赢了的话 就是顺手牵羊 把那张牌顺过来以后 还能够在 还能够在什么 干点别的什么 双顺了双杀了之类的 但是我们现在是喝了个双酒 这正好把主攻一张酒骗过来 很不错 节奏虽然慢了一点 对吧 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 就照相这个武将 你要是 你要是真的去 好好的去使用他的话 还是有那么一点点用处的 反正就娱乐 心态要好 就娱乐 我好久没有看到了 看到了我心仪的王朗 这个神曹操是个反贼 哇 举手忍不住打了 再来一个 中内跳起了 内奸肯定也忍不了 这个神曹操的 打不到神曹操 所以去搞佐词了 没穿木马 那应该是这个人内奸 这个英姿被冰特别伤啊 强行制霸 哇靠 八点的杀 你也去制霸 你没毛病吧 佐词啊 八点的杀 你也好意思 打拼点 这边主视角 这边很多人 对王朗这个武将 还是不熟悉 跟大家科普一下 首先 三个人的拼点牌 分别是 分别是这个 勾点的伞 对吧 就我们是勾点的伞 然后那边是一个藤甲 一个一个伞 和一个那个酒 对吧 其中有一个是拼平了 我记得的 拼平了 就就就那个 于佐词拼点的一张 是勾点的伞 拼平了 那拼平是什么效果呢 就很多人不理解 拼平是什么意思啊 我跟你说 拼平在官方的 规则纪理的意思是 两个人都没赢 两个人都没赢 就是事实上 是两个人都没赢 所以说不同的情况下 拼平的效果 不一样的 比如说 太史词的效果 太史词的效果 你跟一个人拼平了以后 是什么效果啊 是太史词输的效果 为什么 因为太史词没赢 对吧 寻遇呢 寻遇你跟人拼平了以后 是什么效果 寻遇输的效果 因为寻遇没赢 因为早期的拼点 只有赢和没赢 两个概念 直到后来才开始有 拼平的概念 为什么 因为拼平导致 就是有新的说法了 就是两个人都没赢 是有额外效果的 比如说流血 赢的人对没赢的人 使用一张杀 那两个人都没赢呢 两个人都没赢 就没有效果 因为没有赢的那个人 这就是拼平的效果 但其实拼平 只是我们民间的说法 官方不这么说的 那王老是怎么说的 王老这边写的是 你看骨蛇的最后那句 若你没赢 获得一个饶舌标记 就是王老只要没赢 就一定有一个饶舌标记 对吧 那前面呢 就是没赢的角色 选择一下 气质一张牌 令你摸一张牌 没赢的角色选择一下 意思就是拼平的情况下 有两个没赢的角色 所以说王老这个武将 他技巧性是很强的 首先 就是骨蛇标记 如何发动击尺 其次就是如何通过 对方的名牌 来造成一个 两个人都没赢 从而可以发动两次 气牌或者摸牌的 这个效果的这个情况 所以说很多人不理解 为什么拼平了更赚 就是因为拼平的 有两个人没赢 王老就能摸一倍的牌 所以这次的话 王老就有四次 这边非常爽 就留了一个A点 然后王老脑门上 有一个蛇 这边家旭开开心心 收个反 家旭应该是真种 大还能留着 古地刀腻掉了 其实我们心中 无所谓这古地刀的 关键是这张A点 如何使用这张A点 接到杀人 哇 这个春哥其实很伤的 有点伤 我不知道春哥 是不是真的没闪 贝勒了 但没关系 我们有无蟹 这张无蟹捏得也很紧 好 要开动了 无蟹可击 哇 直接拼三个 他这是要 他这是要玩命了 因为他剩下 还有张四点 不过拼春哥 好像不太好 我觉得春哥 拼春哥不是很好 对面出了两个两点 其实 其实 其实这样拼的话 太亏了 我觉得 再拼两个 就玩命了 真的是在玩命了 再玩 再拼 在那大点拼两个 一波把对面的牌拼光了 一波把对面的牌拼光了 也让这个神操招摸牌 基本上没有 没什么威力了 这边主视角 这波打的当然是很帅的 但是如果你让我来评价的话 我觉得 我觉得就是 还欠一点火候 首先张春华 不太好去拼 后来我们知道张春华这货 手里卡了三张杀 那你说他手里卡三张杀 你去拼他 是不是让他有存活下去的可能性 就张春华手上卡了三张牌 你不管他是什么牌 反正你不要去碰他的牌 我觉得很重要 然后我们王朗 其实除了四点之外 是有三点的 他是有三点的 所以说他完全可以拿A点 拼两个人 连到三点 我们要值得注意的就是 其实 从结果上来看 反贼跟内戒手里的牌 点数都特别特别的小 所以说王朗在拼点的过程中 一回合把自己弄成六蛇 其实很亏 也就是他完全可以 不需要这样做 依然可以把反贼的牌拼光 而且自己身上还有蛇可以用 对吧 其实拿一点去拼两个 拼成三点 再拿三点去拼两个 拼成五点 然后再拿大点去拼 一方面保险 对吧 万一真的有一个非常有智慧的人 就猫着你最后一张 把你给拼死 这种可能性也是有的 大部分人不会玩王朗 但你要遇到我了呢 你要遇到我了 我一定把最大那张点 等着 就等着你最后一下 来拼死你 对吧 事实上呢 是举兽手里有一张大点 但是他第一次拼A点的时候 就用掉了 因为他不会 对吧 王朗这个武将 你就 就大部分人都没有王朗 大部分人这辈子 可能就见过一两次王朗 他没有办法理解 如何去对付王朗 而且很多有王朗的人 他也不知道说 可以一点先拼 拼书以后 拼成四点再拼 然后拼书以后 拼成六点 然后再拼 会这么疯狂的去玩王朗的 可能也就我一个 现在是因为有很多人 就能给我投稿的 肯定是看了我直播 看了很久的人 他看了我的王朗之后 学会了这一招 但是阁下知其 不知其然 不知其所以然 王朗不一定要这么玩命 他完全可以通过一些技巧 比如说有一次 我在打年兽的时候 一拼二 二拼三 三拼四 四拼五 五拼六 一回合把年兽的牌给拼光了 然后年兽就带在高扬 对不对 就技巧性很强 由于我自己玩王朗的 次数也比较少 就以后的话 还得有更多的样本 来给大家展示才行 因为王朗太稀有了 我自己其实玩到现在 也玩了不超过100盘 大概 其实王朗呢 刚才是舍不得 他那个三点的桃 其实桃子无所谓 你这条命活着比较重要 命没了 要桃子有什么用的 对吧 你得 你得 你得做好自己 不会被活活拼死的准备 好 这边那个 这边袁绍是有寻遇中的 寻遇的第一点血比较亏 只截了一张牌 弄不背弃 九杀 哇 一刀九杀 这司马仪 这么容易就死 真的死掉了 然后不射了 不射是理智的 不会真的全场没讨吧 没想到吧 拖两张 哇 这徐医师死得也太惨了 不得不死 是三连反吗 真的是 我们倒是稳如泰山 就反人 大展宏图就在今日 哦 这个方天三杀厉害 哎呀 又让曹刃回起来了 有张铁锁 怎么玩呢 选择干掉孙上香 因为我们有八卦阵 算是为主公开路 对吧 俩逃一吃 八卦阵一带贴个乐 因为流风可能射不死 就当时帮主公开路了 哇 这个厉害 真的没想到 在张大手里是张闪电 其实这个无懈可击打的冲动了吧 我觉得 我觉得宝八卦阵比较重要 因为 袁绍接下来射 肯定是会射出 因为我们 我们其实有八卦阵在就不怕射 还有 还有觉醒一条命呢 对吧 我觉得无懈可击 留着宝八卦阵比较重要 如果八卦阵没了 是有可能被射死的 因为两个反贼都被射死以后 袁绍还要多六张牌 六张牌就是三法 你没有八卦阵是要被射死的 所以说 更重要的事情应该是留着这个 无懈可击宝八卦阵 红了一次 哇 三张顺手千阳 这个流风三张顺手千阳 那我估计袁绍是摸不到顺手千阳了 无敌了 这八卦阵无敌了 黑了一次 这袁绍太傻了 攒牌就行了 这八卦阵把早晚能去掉的 对吧 去掉 就只要保持手牌饱满 魏江维觉醒以后也没多强 魏江维觉醒以后单挑衅 一个三血的人 你让他困愤 他怎么敢 对吧 决心以后单挑衅 单挑衅其实还好 袁绍只要保持手牌饱满 跟单挑衅还是可以打的 哪天八卦阵没了 开射 现在袁绍的手牌这么少 每回都吃一个挑衅 他肯定受不了 无懈不要了 我觉得无懈还是比较重要的 能活到现在不全靠这张无心 不全靠这个八卦阵吗 混混 就把桃换成牌 思路还是不错的 腾家也很好 腾家也很好的 但是他想保险一点 其实我跟你说腾家是很好的 你知道为什么腾家是很好的吗 因为你有挑衅 你有挑衅就意味着他没有办法斩属性杀 对吧 腾家怕就怕对面续报属性杀 但你如果有属性杀 你如果有挑衅 他就没法续报属性杀 他没法续报属性杀的话 你这个腾家在这 他就永远也打不穿你了 袁绍越来越不行了 手牌比较少的时候就自爆一下 这个过差来得太迟了 现在袁绍的 袁绍已经 赢了 没动 老天不助我袁家呀 获得战功 天水七零二 成相大力 为其有不从之力 对你会发现 其实袁绍主公内奸两大思路 第一大思路呢 就是特定的武将死中打法 这个我之前几期里给大家介绍很多个了 包括我自己也有一把那个 锅图也是这么玩的 对吧 另外一种思论呢 就是有生存能力 同时也有一定的这个过拍能力的 我觉得 魏姜维就是一个挺不错的选择 把钟杀掉以后给主公开路 让主公放肆的收反 但是我们自己不怕射 最后进单挑的时候呢 有个优势 这个思路就非常好 我们看下一把 内奸 又是袁绍的 挺好 那个袁绍主公内奸的打法呢 其实呢 跟一般的内奸打法呢 不太一样 可以多介绍介绍 很多人不太会玩 其实袁绍主公内奸 比其他主公内奸要好赢一点 往往袁绍主公内奸 赢起来呢 要省力一点 就是输也输得很痛快 输也输得很痛快 赢的话呢 赢起来省力多了 往往不需要 不需要太多细节的控场 可以大开大合的去控场 是内奸很喜欢的这种局面 就是大开大合的来控场 很多主公 曹丕这种节奏特别慢的 你控机场来特别的累 每一步的细节都得做到位 那对拍机要求就很高 这边袁绍是选择盲观音平 其实观音平是个好中啊 观音平做反是很坑爹的 三血白板 回合外不就是三血白板吗 他做中是个好中 被你主公射餐了以后 对反得打击很大 所以我是袁绍 我是不会去忙观音平的 我可能就不忙了 因为打不死人就不忙了 就过了 回头再说 曹瑞是中还不错 对袁绍来说还不错 我们这边的话就要考虑一下了 主持角要不要选择 铁锁连环收观音平呢 他没有这么选择 他选择象征性的打一刀 曹瑞 其实已经跳得很累了 我觉得这个铁锁连环挺浪费的 如果是我的话 会留铁锁连环的 闪的话我一定不留 没有用的 你都吃满吃回来了 还要闪干什么 另外的话 其实寒冰曹瑞的嘉义环 不如就砍他一刀 黑黑了挺好 对吧 红就红了 嘉义环有什么用 他憋杀是袁绍 他憋杀是袁绍 就意味着他那个嘉义环 毛用都没有 看起来观音平好像真的是中 趁机撑一个 哇顺手加南满 他觉得顺手没用 也行吧 拿个杀好了 所以说前面要这个闪干嘛 我觉得铁锁啊 顺手啊 铁锁跟那个 雷沙都能虚报的 顺手不一定没用的 你知道 这边就让观音平收了 这波观音平打得非常的好 很厉害 但是他没敢 他没有去血迹这个中会 可能是因为曹冲跳的不明显吧 我觉得曹冲的寒冰剑 去杀曹瑞跳的挺明显的 但是观音平可能没有 没有领悟到这一点 所以他没有选择弄死中会 开动了 我们主持人要选择保守打法 其实 其实 其实从袁绍 从袁绍的行动上推断 那我们在事前说啊 别最后曹冲动了 再说我马后跑 就事前说 从袁绍的行动来推断 他是一定会射到底的 而且有可能能收掉反贼的 所以说这种情况下呢 把最后一些也拿去撑像 当然了 就八卦阵判一下也没啥 因为万一要是 撑了以后 后面一只黑也很尴尬 不理他们啊 让他们继续 这袁绍应该是准备射到底了 其实中会不用 不用急着救 中会真的不用急着救 我是曹冲的话呢 我不会急着救中会的 因为三张牌的中会 他没有闪 其实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 大概率有九套 你不让中会把九套吐出来 会影响你等一下收反 其次呢就是袁绍收了中会以后 他如果接着射的话呢 是有可能会射死中的 他就不射了 他就有可能不射了 我觉得不射了挺好的 反正他收了牌也不会射 哇这边曹瑞又来个万剑 那这个怎么办呢 这个的确的确不太可能 的确不太可能有两个套 只能扒光自己装备九 有点亏 回合还是要的 我的天哪 这痛啊 中会有套 其实还是 其实其实就如我所说 不如前面提前把相撑了 不过这次撑相撑的质量倒是挺高的 这个牌可以收一波了 中会自己也不思考一下 怎么会想出来救曹冲的 中会你自己是反 曹冲能是什么 一个起手拿韩冰剑去 韩冰曹瑞的加一码的 这能是个什么 中会估计跟我那个道理一样吧 就是 就是觉得这个曹冲救了自己的命 怎么也得拉一把 对吧 看在党国的份上 拉兄弟一把 拉兄弟一把 哇红决斗 这个运气特别好 红决斗 没有逃 但是可以顺过来木马 还能出钱一钉 哦 有一张 无懈可击 那这个防御是满分的 有闪有无懈就死不了 其实呢 可以不管这个乐的 因为 为什么说可以不管这个乐呢 因为上回合你是无敌的 有闪有无懈可不是无敌的吗 这回合不是无敌了 一个决斗或者一个南蛮 或者一个火攻 甚至一拆一杀 都有可能死 对吧 甚至一拆一杀都有可能死 不如就 不如就过了 不如就不要出乐了 因为 曹冲单挑袁绍 是吊打的 曹冲单挑袁绍 是吊打的 就时间拖得越久 你的赢面越大 你只要过到一个桃 或者一个九 你就赢 相反 你急吼吼的去跟他打对攻 有可能就 有破绽 就刚才就是破绽 对吧 原来一个无懈一个闪 没有破绽 零破绽 现在是有破绽 一个南蛮就是个破绽 决斗也是破绽 火攻方面也是破绽 哪怕一拆一杀 都是破绽 他就拆你手牌赌八卦 对吧 就危险 是不是 所以说 有时候吧 你脑子要想清楚了 你不要去想怎么赢 快要赢的时候 你要多想想 我怎么会输 这也算是我的口头禅了 下一句 来了 这边有个末卫元少 这边有个末卫元少 末卫元少 估计是动不了的 哎呀 这个李点不是中啊 疯狂过牌 找到了勒布斯 选个末卫元少 是很需要勇气的 我姑且不说 他是什么身份吧 反正末卫元少 是很需要勇气的 这边给李点 拿了个加一 其实也很烦 这黄盖 没有去打李点 肯定不是反 肯定是反 但是他打的 马超是个什么东西 就不知道了 就是有很多人 喜欢学圆维马超的 对吧 静维马超 中我都见多了 元维马超反 算什么 这个神万剑开的 有点 可能真的是个中啊 我不知道 哇 这么疯狂 中要离线了 不知道是个什么东西 这里有一个问题 你实在想用南蛮和万剑 打主攻的话 你不知道先铁技的吗 而且他先铁技 打了主攻之后 再开南蛮万剑 李点 如果掉了血 是会跟他忘戏的 一个你身份都不跳的人 你开南蛮和万剑 李点敢忘戏吗 就我们现在知道 李点手上有啥有啥 那如果李点没有呢 没有他掉了血 他敢给你这个 来路不明的人忘戏吗 身份都不跳的 哎呀这个重要 那四反 那很可能翻错人了 重要很有可能是一个 跑路的死太监 忘戏了一张废牌 非常亏 这元少好像死了 元少虽然厉害 但是谁都知道元少厉害 好吧 翻面也翻错人了 现在唯一 好吧 刘桃给主攻了 因为觉得自己大概率活不了了 还是说玻璃心类啊 我不知道 其实一桃一九 还能可以抢救一下 我觉得还可以抢救一下 我真的觉得可以抢救一下 因为你要知道 鲁素活着 其实一面还是挺大的 那可是鲁素啊 只要鲁素活着 一面就很大 果然这祸是个死太监 其实 马超的南蛮和万剑呢 一定程度上 还是把离点给打虚了 离点本来手牌的 那个 很饱满的 被南蛮跟万剑打虚了 两个决斗 哎呦 旺系出一个火攻 这个离点是个无脑旺系的 我以前说过 无脑旺系副作用是很大的 一个连杀都没有出过的人 你怎么敢给他旺系 哇靠 这牌可以 但是缺个属性杀 那就 哎 你没属性杀呀 你没属性杀 你急着打铁索干什么 还有一个问题 还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就是 完全不需要顶藤甲的 完全不需要顶藤甲 就可以 就有机会把那白银狮子用掉 就是 你装个白银狮子 万师傅去砍他 你看他敢不敢判 敢判你再把白银狮子灌出去 为什么 现在要留 现在要留守牌 每一张守牌都很重要 因为有可能会出火攻 因为有可能出火攻 所以说 铁索连环就很重要 当然我们现在没有出 如果出了呢 出了这 铁索连环 锁自己一个火攻 不是上天了 对吧 那 那这牌还是不够 不足以 不足以进优势 也就勉勉强强能打了 这中瑶真的是 我是反贼 我就不会去打中瑶的 因为中瑶死了 要给主攻收牌的 现在可以 现在可以打 趁着没牌就打 又是一个死的太监 现在就靠着把冠师斧了 就看这冠师斧能留多久了 又来个桃园 这边黄盖也很刚 哎呀 断杀了 所以说 前面其实杖八挺重要的 一旦断杀就换杖八 对吧 一旦开始断杀 就马上换杖八 现在这黄盖没弄死 就怕他们有桃 没了 好 收了个桃 跟春哥单挑的话 有机会的 因为春哥现在是个白板 当然我们也是白板 目前来说是白板打白板 就两个白板在打 两个白板在打的话 那就谁有谁的装备好 谁赢 哎呀 这乐就没中过 还好 桃海 桃海有 主攻没有急着进攻 这个习惯还是不错的 这个单挑打得很不错 对 打单挑就要有耐心 千辛万苦才到了今天 可不能千年到航一招丧 一定要有耐心 有耐心 不要急着跟春哥打对攻 不过 断闪了以后 就没办法了 看看下回合有没有闪吧 那这个 这个倒不能怪主持者 因为又断闪 再这么 再这么拖下去的话 反倒是反受其类了 因为 也毕竟是个三血春哥 没有那么强 三血春哥没那么强 所以说不要 所以说就拼了就拼了吧 但是这里 灌师傅灌的不对 杀是很宝贵的 你忘了刚才断杀的痛苦了吗 你说你这青钢剑要来干什么 青钢剑有什么用的 他又没装备 而且灌师傅可以破八卦阵的 灌师傅本身能破八卦阵的 所以说青钢剑 不重要 这边是特别刚 特别刚 就盲盼这春哥手里 不是一张杀 你看开始断杀了 现在就 就凡一手断杀 就凡一手断杀 没断 这边打的不对啊 我问你嘛 两边 两边各有一批加减一码 哪批码是没用的 当然是加一码是没用的啦 你把减一码灌出去了以后 他的加一码就变得有用了 你的加一码还是没用的 你把加一码灌出去以后 他的减一码是没用的 你的加一码也是没用的 对吧 就他的建 我也把自己绕进去了 反正差不多就是意思 就是两边各有加减一码的话 加一码没用 减一码有用 你记住这点就行了 你说你下回合不是要卡闪 不是要卡顺手了 还要卡冰凉呢 冠师傅要是被人撸走了 最终对报的过程中 春哥是败在了冠师傅的手上 最终春哥也抵不过一手冠师傅 冠师傅才是最厉害的 总的来说主持角进单挑以后 打得还不错 该忍的时候忍 然后呢 他开始跟春哥对报的时机 也选得非常正确 就是没有闪的时候 如果你没有闪了 回合内摸牌还没有闪 你再强行去忍 忍不住了 你要弃好多好多牌 弃牌弃到最后 有可能就春哥 一刀一刀把你磨死 等你到时候 你看自己实在是扛不住了 才跟春哥对报的时候 因为你要弃很多杀 最后你就会断杀 对吧 倒不如就跟 就倒不如一开始 就做好抉择 就这个时间点开始 跟春哥对报 但是在加简一的选择上 还有就是刘沙 就灌沙 刘青刚这点选择上 有点问题 这是两个瑕疵 至于前面的话 错的挺多的 但是也不能怪他 毕竟 跑了一个死太监 心态肯定是会变得很差的 这边是一个邓爱内奸 先到玄妙 俗人安得其法 这边红杀春策 但是丢决斗的 如何评价 无法评价 这边杀了个名反鱼籍 我们是无所谓 我们是邓爱 对吧 巴不得有人来摸摸我们 蹭蹭我们什么的 我们可是邓爱 有谁不服我身策 但这曹之丢决斗 就真的是中 应该红杀决斗一起打了 所以说不明就理了 顺手牵牙 无邪可击 再无邪可击 这么猛 有点厉害 打个火攻也要质疑 现在鱼鸡应该是反的 蔡文鸡中啊 但被缠冤了 你拱下咪 只要我开心就好 哪管这天下红水 红桃了 好生气啊 这边这个张让反贼 掏两次掏不动 因为他变了个 还变了个 我真 所以蔡文鸡到底什么身份 所以蔡文鸡到底什么身份 这个牌 啊 不是 这万剑丢的真是可惜 你怎么就不多一张牌呢 让你前面乱打无限 不打无限 那张万剑也能留下来了 你臭不臭 乱打无限 这怎么不得了了呀 蔡文鸡其实是个反是吧 乱给的 那这么说来的话 鱼鸡才是中啊 真的会有人选鱼击中的 最开心的就是主攻一直在出杀 不然第三个男马还挺尴尬的 真的是鱼击中啊 这个我是很服的啊 很服的 这边剩一个无用之蔡文鸡 主攻脱管了 傻逼了吧 哎 没事 你学人家托管 这是禅院蔡文鸡 这是禅院的蔡文鸡 打不出第二张杀的 真傻逼 本来的话 本来的话主攻去阴魂蔡文鸡 收蔡文鸡 不过他 不过从我们的 不过我们知道 这个邓爱手里有俩逃 阴魂蔡文鸡收蔡文鸡 邓爱就会觉醒 这叫歪打正着 这叫歪打正着 那我们现在麻烦了 那我们现在麻烦了 觉醒没觉醒 我觉得 我觉得主视角应该 我觉得主视角应该留这个蔡文鸡 让自己觉醒 这不觉醒打不过 这不觉醒要输的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 上一期的百坑奖单 上一期的百坑奖单 一个觉醒四天的邓爱 跟一个被逼入绝境的觉醒孙侧 打了十分钟 最后邓爱完败 我跟你说 没觉醒的邓爱 就是被孙侧吊打 觉醒了的邓爱 有几张田的情况下 可以通过续报一波 偷袭这个孙侧 那现在你不存在的呀 我孙侧我啥都不干 就每回合防御就行了 就防御嘛 这孙侧丢闪的 没丢闪 丢了个兵 这是为什么 这是什么新造型啊 非常6加7啊 这就赢了 赢得也太没有技术含量了呀 我负责任的跟大家说一句 只要这个孙侧不是傻逼 邓爱的一面是零 零你知道吗 零 我本来看 我本来看这个孙侧穿藤甲 我就顶白衣狮子穿藤甲 回到凉血 我觉得邓爱已经输定了 结果他竟然去拆邓爱 而且孙侧自己有八卦症的 他有八卦症 他没有必要那么冒险 去穿什么藤甲 这戴个八卦症就是了嘛 对吧 藤甲其实 他不是没闪吗 顺着三张牌顺出来都不是闪 那戴藤甲呢 也有一点风险 对吧 最好就戴八卦症 就完美了 这邓爱真是 太爽了 这邓爱真是太爽了 我跟你们说 邓爱早晚断杀 孙侧摸三 摸三带季昂打一个摸二 你纯防守绝对防得住 而且孙侧的手牌上线是不变的 就你一个摸三带季昂 打纯防守 摸三是打 绝对打不穿的 等到孙侧体力回满四血之后 开始跟邓爱打对爆 或者等一手木马 万一木马不幸被邓爱拿到了 那你只能忍 忍到体力回满了以后 跟邓爱打对爆 那肯定是顺侧优 这个上次已经论证过了 刚刚那局就当没看见 我们现在看这一局 假许发财了 贴了个藤甲 给夏侯顿贴了个藤甲 哇塞 跟夏侯顿对刚 朱雀被拆掉了 夏侯顿贴了个藤甲 特别逗 我们这边也有张火杀 这夏侯顿应该是真的没闪吧 不然的话 跟那么多排的二张去对刚 肯定是很亏的 对吧 跟那么多排的二张对刚 那我们这个可以利用这个藤甲做很多事 开五五不太好吧 万一闪漏到夏侯顿那里去了呢 但是夏侯顿没有拿闪 夏侯顿没有拿闪 输了个藤 好 起飞了 起飞了 动手 这个夏侯顿 他就是要跟这么多排的二张对刚 是吧 他就是为了跟这么多排的二张对刚 这不合理啊 这个 你不觉得很亏吗 夏侯顿 你的良心不会痛吗 夏侯顿你的良心不会痛吗 这个万箭启发 其实挺亏的 这边有八卦 那边一个藤甲 还要拆二张的牌 还好没拆到关键牌 这怎么能 这怎么能把藤甲给夏侯顿的 不会是二张那件吧 他是不是觉得拿藤甲去羞辱这个夏侯顿特别给力啊 接一个 卧槽 这夏侯顿这么多闪 那他为什么要跟二张对刚呢 没看懂 真的没看懂 因为跟二张对刚特别亏 刚才看到了 等于是夏侯顿白掉良心 卧槽 这是什么东西 三个黑眼 三个黑眼 中国是3个黑眼 对 这就很厉害了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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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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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姬 王姬是直接点弃牌的 他不是时间到了以后 就是弃牌 他是直接点的弃牌 这个看得出来的 所以他没出上 有点像那一间 应该是那间吧 中瑶中 你别说董卓主攻 中瑶中 还有点用 还是有点用的 就董卓 董卓突然之间有了一个尾音姿 两个反了 哎呀我们大K点被顺了 很不开心 火杀 虎啸祭祥 龙银大步 银锁连环 这点 这个掉血掉的有点疼 九血董卓啊 被打的只剩下四血了 射头 其实可以顺一下赵云的 赵云肯定不是自己人了 这赵云也挺搞笑的 打了两个黑铲 这么刚啊 这中瑶这样打没必要啊 把自己打得太空虚了 这不对吧 这怎么也乐不到王姬头上去吧 你数数人头嘛 黑桃南蛮也不先打 哎呀乱七八糟的 直接少了一张牌 中瑶真的没必要去九杀赵云 他管好自己就行了 真的管好自己就行了 还好这张点还是够大 后面摸了个Q 反正王姬名类了 就搞死他 九 强行 强行有发挥啊 强行有发挥 这边有个大Q 这个要拿去治黄盖的 黄盖这个太强了 方天三杀 还是个黑桃的 还是个黑桃的 这赵云 这赵云不留杀 怕不是已经死了 我随父人 一当颤出脑袋 这么关键的时候 这黄盖 这黄盖乱打呀 这把青龙刀给董卓的 这把青龙刀给董卓 让董卓去收赵云呀 你去撞什么青龙刀了 浪费火宫 这董卓完全就是在浪费火宫 祖宗这边每一张牌 都是关键牌 刀关键牌 火宫也是关键牌 留着都是有用的 为什么要白白去用掉它 杀内奸道也不是不行 因为反对性的状态很差 腾甲 你这腾甲作死啊 打五谷 这个这个拿牌 这个又是拿牌 拿出毛病来了 对吧 中瑶其实不拿五中比较好 中瑶不拿五中比较好 中瑶应该拿张活木牌 然后呢 黄盖跟董卓两个人 把沙闪拿掉 让中瑶收掉 收掉那个赵云 只要赵云吃火杀死 这帮人拿个乐什么的都不重要 那现在赵云死不掉 开两个人嘛 这个就很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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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就很亏了 那就换一种打法吧 拆藤甲让黄盖用红砂打死 结果 结果大典被皇后拿到了 你说这怎么打 痛失良机啊 还好输了 不然乐都乐不出去 应该是把乐给动作了 应该是乐给动作了 就一手好牌 打到最后打了一个 打了一个很 打了一个很没意思的结果 就只是乐了个佐词 本来应该是弄死赵云的局 赵云不死对中瑶的威胁是很大的 黄后其实可以考虑穿藤甲了 赵云没有闪 那好吧 咸鱼过了 中冰凉了 哎呦 这个黄盖 又没留大点呢 但董卓这个伟英姿还是强 诶 这佐词 佐词又解围了 有两个大点了 董卓突然离线了 又回来了 我天 木马里是这种东西 你不要跟我开玩笑 你木马里放这种东西 这么多废牌不放木马 这木马一翻 董卓还活着吗 还活着 哎呀 中闪电了 但是没管住黄盖 哇操古丁刀 哎呦 打死了 神南蛮 好 救一下主攻 还有红沙吗 还有红沙 杀一刀佐词佐词也死了 炸 复仙 一 啊 原来是你小子 是你把鬼子引到这儿来的 哇操 这黄盖满手红沙 哎呀 我真是没话说了 这黄盖满手红沙 这黄盖只要忍一轮 这黄盖 刚才那张红沙打佐词 佐词不是还有个陶自救吗 佐词还有个陶自救吗 那就让他自救对吧 然后留牌过忍一轮 身上有陶能保主攻的 两张红沙 其中一张红沙还是个大点 就等到下回合 炸响以后再杀 佐词佐词就死了 死了以后就二打一 还能开桃园 我的天 这搞那么费 这董卓 这董卓的配音倒是挺符合这个事实的啊 又看到一个袁绍 今天袁绍出镜率max 皇后好像这辈子就发动了这一次球员 直接给假许了 其实闪路讯很不明智的 闪路讯真的是很不明智的 我的天 你看 闪路讯 是谁给你的勇气 来跟本将军校正 你看不闪路讯 路讯就咸鱼过了 这被搞掉那么多 我天 鲁肃还是陆逊的队友 这局非常难打呀 好了 这个袁绍的牌被递光了 袁绍牌递光 那要看马超是不是中了 这棋手有点屌呀 这怎么办 被鲁肃克的死死的 袁绍牌也被弄光了 还要看黄盖的了 好吧 不用看了 不用看了 没得看了 这黄盖拿杀炸响 你不是顺了个决斗 拿杀炸响 这么蠢 准备用光牌强行翻面 果然用光牌强行翻面 堵一个装备 这样手牌也不是很多 这样手牌也不是很多 能留几张无懈可击 保一下主攻 这个思路也可以 这思路也可以 而且还真让他堵到了一张 还是一张神装 这个时候还顺闪电 这时候还顺闪电 是不是有点过了 还好 袁绍的万剑 加上贾许的万剑 再加上贾许的剑书 这一波呢 还是对 还是对 反贼造成了不小的伤害的 现在关键是 鲁苏的这个乐要保住 有仁德 这个仁德可是仁德的很悬的 如果鲁苏的乐过了 就完蛋了 袁绍肯定是拿不到的 因为袁绍太像内奸了 如果主攻状态好 可以考虑给一点 让袁绍多帮忙 放点万剑 但现在主攻状态太差了 这袁绍射起来 有可能真的就把主攻射死了 哎呀 藤家没了 可能陆绍也是觉得 一定拆不掉那个乐吧 但其实如果是我的话 我还是会拆乐的 因为有些人 他就真的不打无限 虽然这种人只占1% 那也是会有的呀 故意卡住这个陆绍 过了 那就过了吧 原来是你小子 你把黄军给我的好处 都吃了 回扣了吧你 这回扣吃的 这回扣吃的无敌了 就 再挪个装备过来 要保主攻 反贼是不肯让袁绍收的 所以说袁绍这发万剑呢 还是收不到人 其实袁绍离胜利只差一步 他再多一发乱击就有可能了 因为其实还是有可能有逃的 还是很有可能有逃的 袁绍 我是袁绍 我不挂这个闪电的 我就留 我就把手牌留的饱满一点 再等机会 对吧 我就留满手牌 再等一次这个机会 前面 左资那个固阵卡一个杀 打得很不错 一个火攻 一个明的五谷风灯 再见 我不知道号施 是不是有自动号施 应该没有吧 号施也能自动点 这个也太丧病了 果然 果然 假许这边逃很多 我还真不太信 收两个反能 收三个逃 应该是 之前就有一个的吧 所以说袁绍前面 如果手牌多一点的话 还真有那么点心 可惜的是 他的手牌被 被鲁肃地蒙了 这一下反贼彻底腿了 腿了 这是 这可是个无邪作 加许 其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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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淘宝一个钟就行了 哎呀 这个 宝一个钟就可以了 这桃子浪费了 流淘宝一个钟 哪个钟 当然宝曹仁了 假许这种 两个灯泡都没有的人 还有什么好宝的 流淘宝曹仁就行了 假许临死之前 给袁绍贴了个兵 这个兵贴的 可惜黄盖已经死了 黄盖要是没死 袁绍能收到黄盖的牌的话 还有那么点机会 这边必须保左辞 因为有闪电 急射 这可是个无血急射 孙无正当盛世 心邪土木又何妨 无血大急射 孙无正当盛世 心邪土木又何妨 然后 曹仁就可以为党国尽忠了 曹仁自己可能想去死去 把闪电吃掉 对吧 自己去死把闪电吃掉 武上线大急射 这左辞太爽了 这左辞实在是太爽了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千万不要无脑发动技能 很多技能它的副作用是很明显的 很多的 抬走下一个 中摇主攻 中摇主攻 新手牌还可以吧 就是王牌哦 下猴士 哇 感觉自己磨磨哒 这边前面觉得很亏欠这个陆迅 闪正好被扒掉了 那这个其实从陆迅打起的呀 讲道理呢 是应该从陆迅打起 应该从陆迅打起的 应该从陆迅打起 但是呢 绝对又不好打陆迅 这无限拼的也太傻了吧 这有什么好拼的 防乐呀 这能不防乐的 哎呦 中摇在 我都不知道西指财怎么死 好像要死了 西指财先让中摇救他来审逃 感觉这西指财非常会玩啊 玩得非常好 这个锁法是内奸的锁法 有点像内奸 内奸 这个局 这个局 这个乐真的就上来了 那怎么办 那怎么办 不会吧 是我瞎了吗 曹璋竟然会去杀西指财 西指财竟然会出闪 西指财你不是会玩的吗 两张黑老杀 你溜逼啊 无敌了 这是什么星造型啊 非常6加7啊 黑豪南马 我 我 尘是天福了 真的 真的真的 我尘是天福了 原来西指财你知道拆乐的呀 我以为你不知道呢 我以为你这辈子也不会拆了 将军就是我的世界 丢了一对闪电 我觉得你还是挂起来吧 你们这辈子除了闪电 已经没有别的指望了 西指财直接满血 直接满血啊 我是重要就掉一些 让西指财 让西指财再再能再卖一次 因为 因为盼红就给你摸两张 盼黑的话能拆加一的 你不觉得那个加一卡的那边很碍事吗 千千君子 温润如玉 不合拆桥 顺手牵 满朝顺之淡然 千德 生生不息 远远不离 有啥徐胜 可以空顶的 桃子留一下 不急着吃 千千君子 温润如玉 这把反贼是活活把自己送上了断头 真的是活活 就 本来也没太大劣势 对吧 就那天看到主中偏强 帮一下反贼的话 也没那么快崩 真的是自己求着去崩 应该是郭图内 郭图 应该是郭图内 刚才就觉得郭图向内 因为郭图的行动轨迹 他不是在为反贼好 就郭图的行动轨迹 纯粹是增加反贼负担 但是又不是帮主中的那种 这个陆训就比较搞笑了 不要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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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剩下这两个人 还有什么指望呀 搞笑一下 这郭图 这郭图 郭图应该是在控诉这个草杖 死了 投降了 命中注定 由此一节 好 这边真是恭喜了 这局就 我们从反贼跟内金的视角 来说一下 该怎么打 首先呢 宁可打中瑶 也不要打西制裁 就你只打西制裁的话 中瑶的血压不下去 中瑶可以留很饱满的牌 来保西制裁 你宁可打中瑶 也不要打西制裁 就是 虽然打西制裁 跟中瑶的过程中 西制裁也能发动技能 但是 至少你输出了两个人 至少中瑶的血 会被你打低 他回合 他不至于回合外 还能撕血过 还能留四张牌过 他 他活没 一回合也只能活没一次 对吧 他如果没真逃 也就最多吃回两血 那 在这种情况下 你还可以通过 回合外压 中瑶的状态 来偷中瑶 之类的 最好的打法是 先打陆讯 对吧 先打陆讯 那没这个条件 反对又太弱 没这个条件打陆讯 这也要怪 郭图自己 郭图有距离的时候 他非要去打戏制裁 他可以调转枪头去打 打那个 陆讯的 他如果带头打陆讯 可能曹璋的两杀 也是打在陆讯头上 这就不好说了 对吧 当然总的来说 还是很难的 只要那个 就那个勒中了的话 主中也是崩盘状态的 不过 如果 郭图及时跳 跳内 或者跳中的话 也能打 但如果没有这个勒的话 我估计反对怎么打都没用 因为那个时候 戏制裁牌已经多得不得了 下一把 神主很多 哦 选了一个 神赵云 神赵云 有点神啊 神赵云 直接盲 细致财 哦 细致财 是忠诚 张角换掉你的闪 你 张角也是忠诚 是 不过也不能怪张角 张角又不知道 细致财什么 神赵 说的也是 这没有个张让 又来了啊 我感觉历史要重演了 不对 这张角是反 哪有把细致财的桃换走的 乱击 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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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逃乱击的 拿逃乱击的 华操 这给了个酒 这张角到底哪条道上的 还是说他已经没有了 他怎么敢去批试试材的 左兹为什么拿逃救的 不是明酒吗 应该再射一发呀 再射一发反对就崩了呀 我靠赵云天过了 等一下为什么有这么多赵云 咱们无懈多啊 白云狮子被拆了 有点可惜 因为是个装备 顺手轻能护生 难蛮入侵 这吸质才不卖血 这个 你不是有个明酒吗 而且 这可是流氓于 不是流氓于 这可是神兆于主攻的回合 主攻的回合 这是故意的吗 是故意的吗 故意去砍张角的 这为什么不把张角最后一张牌拆了 我觉得这细致才让我有点失望 本以为 我原以为 你身为大汉老臣 来到阵前 面对两军将士 必有高论 没想到竟说出如此粗弼之语 这么拼 你说把张角那张桃拆掉多好 这赵鱼的那张 什么刀 有什么好管的 竟然还在这么差的位置 开五谷风灯 你的良心不会痛吗 你的良心不会痛吗 还有就是万剑 其实前面 也可以掀开 怪不得张角打得那么奇怪 还好我们主视角打得非常不错 这个 这个不保我觉得没什么问题 因为首先 蔡夫人的大还在 其次呢 这个张让还没动 你真的不能小看这个张 这张让封起来 连自己都打 不可小看这个张让啊 这里他又打错了 哎 这西子才没手都能打错 这时候要怎么办 赶紧拆张让以外的人 赶紧拆张让以外的人 张让的牌不重要 张让 张让这回合动完 他就是个白板 就一定要拆张让以外的人 完了 这张让要封了 我们的桃不能被拆 我们的桃一定不能被拆 也不能吃酒杂 吃酒杂我们也扛不住 也扛不住 卧槽 还有顺手 这个他有减一就没办法了 这减一是个暗的 还好桃没被拆 真的还好桃没被拆 哎呦 补上了一张红桃 这这西子 这张让还有 南马曼剑没放呢 这个可以冲 这个可以冲 冲了以后 就能多一张锦囊打 但是如果西子才盼黑 张让也没用 张让还能要一张呢 对 西子才盼黑的话 也是得去拆赵云他们的 因为还能要一张 还能要回来的 国家成品 神器稳固 地下不扰之心 其实呢 其实呢 不出逃也很危险 因为怕西子才 就有可能西子才这边扛不住 这次他终于知道了 这次他终于知道了 终于知道了 终于知道拆赵云了 不然张让还能再打一个决斗 虽然决斗一定会输 别锁连环 正好自救一下 这边其实 其实没有这张红桃的话呢 也很麻烦 最气的呢 就是最后拿到MVP的人 是这个戏之才 纵观全局 这个主攻 绝对是我最近看的投稿里面 打得非常好的一位 绝对是我最近看的投稿里面 打得最好的 打得最好的一位 几乎算是算无一策了 果断不管左辞 回合那果断去砍张角 引张角批人 而张角是个死太监 去批主攻的 就是那种死太监 虽然前面他打得比较奇怪 搞不清楚什么情况 但后面他批主攻 就是个死太监 对吧 做反贼狗的这种 死了也活该 最后呢 我们家神赵云 干掉了赵云 是我杀了谁 而谁又杀了我 西指财如果能够打对几手的话呢 主攻呢 就不需要主攻这么累的去打了 优势会变得很明显 来一张南蛮入侵 来一张南蛮入侵 过河拆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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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决动 杀 我们做错了什么 我们做错了什么 要这样被对待 这河带后就开始毒人了 其实我没这么看懂 身份 我半圈下来 反正这个人是反 闹了半天 又是反盲反的戏码 又是反盲反的戏码 那反贼岂不是已经崩崩哒了 哎呦 我们还被河拆桥欺负了 哎那是什么东西 我看到了什么不得了的东西 藏起来藏起来啊 不要让任何人看见 不要让任何人看见 有这么个东西 我们用八阵就可以了 我们不要让任何人知道 不要让任何人知道 有这个东西 哎呀 又被偷了一张 哇靠 趁着这个战略托管 你多忘戏几下呀 这河带后怎么敢 强袭收队友 强袭收队友啊 看得我虎去一阵 还敢忘戏 还敢忘戏 看到我虎去一阵 死了没有没死 哇六张牌 哎呀 我们的 我们的革命大忌啊 怎么办 反对都被收掉了 给我留一个 给我留一个 还有个米是什么 还有米是个酒 河带后跟张鲁倒是挺好配合的 天使不当 必难取胜 再拿一张 再拿一张 凑个一对 凑个一对 拿什么破家意吗 你凑个一对呀 一对你不凑的 他怕射死主攻 其实呢 他怕射死主攻 这点我是理解的 但是你没看到 河带后有六张牌吗 河带后有六张牌 李点三张牌 张鲁还有两张牌 大概率射不死 你不干掉点围 点围要么被主攻干掉 要么点围没死 那到头来 还是要压榨忠诚的陶的 因为有情蜜在 很难杀死点围的 不如自己放乱机去收人 你知道吧 主攻很难干掉点围的 天使不当 必难取胜 这总不敢了吧 哇 敢了啊 胆子够大 够肥 但是全部扔光 全部扔光 哇 这牌爆炸了 好吧 主持人要准备 咸鱼到底了 这个桃其实可以不吃的 他完全可以把 把闪放木马里 不吃桃 继续用秘笈 回合外换装 换阵列 他有两个桃 对吧 这桃吃了不好 这桃吃了就变白板了 就彻头彻尾变成白板了 你别说 这个何太后张鲁 还 还 还挺好用的 何太后张鲁 这个出不来的 直接直接给你管住 从 无斗已到 铁锁都不要了 黄可笑之情 天子为了 为之轻易 幸远 末在 中瑶 中瑶暂时没有什么用 这琴笔还有八卦 真的特别烦 铁锁连环 这个好 牌没了 跟内奸摸了一张 反对不给了 继续 黄泉路上了 丢头了 张鲁的技能 他要帮 他要帮 离点改八卦阵 那如果琴笔 把你的米拿了 怎么办呢 而且何太后 这张鲁就是 自作多情啊 而且何太后 都丢逃了 要帮主攻 改八卦阵 结果火攻被 琴笔偷掉了 终于又乱击了 弓箭手 反正何太后 那肯定还有一个套 张鲁两黑 你不是要把主攻 改八卦阵的吗 怎么就变成两黑了 你这两张红装备 有屁用啊 没关系 反正何太后 那肯定是个套 因为张鲁回血 我们可以把何太后 剁掉 然后一刀宰了 这个张鲁 哎呦 漂亮 最后一队 没射成功 用活墨了 活墨比较保险 因为如果要是 你换阵列的话 人家一个决斗 或者一个男蛮就死了 活墨的话非常保险 回合内换秘笈 这离点一定输了 不可能赢 活墨 活墨的话 回合外可以活墨 可以活墨 一张酒 一张桃 一张闪 等于有三条命 先回一些 先回一些 然后回合外 这可以换阵列了 他还是用活墨 其实有木马了 以后可以换阵列了 因为离点最多 只能拿两张牌 还用活墨 我觉得用秘笈了吧 为什么要用活墨呢 你又不准备回满 你要么吃回三血 回合外换阵列 也可以 对吧 这里打的不对啊 你要么吃满 回合外换阵列 我的天 还好有个真塔 不然真的被偷掉了 也不对 还能活墨一张酒 还能活墨一张酒 所以其实也没有什么危险 但是打的不好 这里呢 稍微欠了一点 用火机也没成功 只能继续活墨了 不敢乱来 只能继续活墨 这个不敢闪 怕他扔白影 成甲不敢扔 好牌 结束了 单挑的时候 我本以为非常的稳的 结果主持角没打好 一惊一乍的 让人觉得就没有之前那么 就没有 没有之前那么稳当了 而且他其实我个人觉得 他应该那个回合收点围的 他不收点围 点围 大概率活 还是会去打离点的 不如就赌有桃 其实有桃的可能性蛮高的呀 对吧 我刚刚分析了 很多牌呢 都是未知牌 大概率有桃 好 那么 这个观众的投稿 讲到这里了 因为本周的话呢 有很多我自己打的录像 质量非常的高 可以给大家讲解的 所以说呢 我就稍微压缩了一点点 观众的投稿 就有三局 我自己打的要给大家讲 这个能讲的东西 还是很多的 好 我们先来看第一局 首先呢 我们看到这是我啊 这是我用的一个小号 这是我的一个小号 对吧 大家都知道大号 我现在不用了 一直用一个小号的 这就是一个小号 改日呢 我去把这小号的名字给改了 好 这边是一个马良 我非常怂 所以说呢 还是选择流沙闪了 尤其是看到这个蛮宠啊 你还不得不留一张 这种东西在手里 这边西指财 惊奇的发现 他跟蛮宠是一伙的啊 非常的高兴啊 开心的拍起了自己的肚皮 看你如何诡辩 这边贴了个乐 反正西指财跟蛮宠 绑在一起 嚣张的不得了 然后蔡文基 放了一个万键启发 主攻的话呢 是翻了个远位假取 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会去翻远位假取 哦不对 不对 他翻的是这个 不是这个 蛮宠翻的是远位的假取 说错了 然后主攻就去翻远位周瑜了 反正这两个人里面 一定有一个人是翻错的啊 因为这个张和怎么看都是个反贼 但是这里 这里我们会 惊奇的发现 这个蔡文基 他不是反贼啊 是的 他不是反贼 周瑜在那边托管装逼啊 不用管他 张和对蔡文基很感兴趣 这刀九杀也非常凶狠 拆个乐 把拆给曹丕 然后杀张和 我们能做的事情非常有限 因为棋手 并没有用手机卡刷那种爆发牌 其实我挺后悔的 早知道没人碰我 然后这个主攻就开始胡来了啊 这么大一个张和 看不到的啊 去打蛮宠 然后我给他的过拆 是让他去拆木马的 他也不拆 将军啊 就拿这么就拿就就拿着 拿着鸡毛当令箭 就一一一大堆的牌 一大把的牌 过拆火攻杀 一大把的牌 他就干了一件事情 就是反贼出了一个桃 出的这个桃 让戏子才卖了一下 没了 木马也没拆掉 然后木马里的有一个桃源结义 木马里有个桃源结义 直接细致才就满血了 然后白打了 全部都白打 张和 张和也很健康 木马继续传啊 美滋滋 非常开心啊 而我们这边已经没有牌了 马上就快没牌了 曹平没有牌了 北哥背了个草花 然后把他翻掉 然后周瑜开始动啊 周瑜开始搞贾许 然后贾许丢了一个 然后贾许丢的是勒布斯鼠 草花杀之类的东西 一刀九杀砍上去 蔡文鸡是盲 是盲盼贾许是队友 就让贾许动 然后周瑜继续托款装逼 然后贾许 咻的一下 就把这个古丁刀 打向了这个蔡文鸡 我觉得一定没有问题 这个贾许他 那就叫贾许反贼了吗 周瑜呢 他一定是一个被草皮冤枉的忠诚 对吧 无话可说 还真是个忠诚 难怪周瑜要托管 难怪周瑜要托管 是我我也要托管了 是我我也要托管了 看看南蛮如青 看得非常好 这个南蛮如青 对吧 这个贾许 就反对贾许 看南蛮的我见多了 很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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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到我的回合了 无事可做 只能杀杀战和 然后我们惊奇的发现 这个贾许 怎么满宠掉血的时候 他弃牌了呢 怎么就弃牌了呢 我黑人问号 带着这个黑人问号 然后贾许 毫不犹豫的给曹毕 拍了一张无懈可击 实锤了 这个贾许 他就是个二逼反 对吧 可不是个二逼反吗 对不对 不然怎么可能 蔡文鸡给的杯哥 他去杀了蔡文鸡呢 对不对 不然怎么可能 曹毕开无冲税友 他去打无懈可击呢 开南蛮入侵 是为了增加存在感 因为他大没了 我为反贼牺牲这么大 大没了都把菜吃了 你还不允许 我开个南蛮入侵了 你满宠把我翻面了 还不允许 我有点小脾气了 对不对 满宠不是一开始 把贾许翻面了吗 对吧 人家有小脾气了 对吧 本宝宝 是小公举 有小脾气了 不可以吗 我觉得完全合理 我的推理一向 是非常正确的 我觉得没有问题 我觉得没有问题 这个推理太完美 满分推理 满分推理 然后贾许去拆张合了 然后贾许就去拆张合了 你没看错 贾许拆张合了 那么问题来了 现在贾许去拆了张合 是不是意味着贾许 其实是一个2B中 他是一个砍死内阶蔡文基 去无限可击 无中生友 去打草皮 无限可击的2B中 我们再把镜头回到刚才 贾许杀死蔡文基的那个时候 贾许当时有一个南蛮入侵 一把古丁刀一张杀 你们知道这些牌意味着什么吗 这些牌意味着贾许 如果是个中当师就已经赢了 他先开大 再开南蛮入侵 我都不知道反贼还剩几条命 我都不知道反贼还剩几条命 我估计反贼已经死绝了 那么我们接下来看一看吧 这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我马上要被张和偷逃了 但是张和 张和也没搞清楚 到底谁才是队友 不知道该怎么偷了 他不偷了 不偷了 不偷了 他要弃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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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见了 不见了 不见了你就不见了吧 然后贾许也不见了 都不见了 然后那帮人就脱管装逼了 收了一把牌 来了个决斗 决斗 有顺手欠阳但是顺不到 那怎么办呢 那就把贾许宰了吧 那就把贾许宰了吧 顺了他的八卦阵 但是牌不够多 怎么办 啊 怎么办 那没办法 只能杀曹丕了 如果曹丕选择翻对面 那就算了 那我就老实过了 如果曹丕选择翻我 如果曹丕选择翻我 这里呢 不要 不要来不及去打蛮丑 刚才不是有个决斗吗 千万不要来不及去打蛮丑 因为一旦有个真陶 蛮丑跟 或者蛮丑有个九 蛮丑跟 跟这个吸着才联动一下 叛个黑就有可能把我的联组拆掉 所以一定要 一定要忍住 一定要忍住 至少先把周瑜收了 把周瑜收了以后 我们就可以 为所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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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 打到这里呢 已经是垃圾时间了 那就像刚才这样 这个吸着才只要判一次黑就有可能把我的联组给拆掉 其实讲道理呢 我也可以刷到刷不动为止 但是因为后面牌 已经不可能输了 就是那些牌 因为曹皮手里还有一副牌 就我 我的确是可以 讲道理如果是最正确的牌序呢 的确应该刷曹皮刷到刷不动为止 但是因为曹皮手里还有我的一副牌 就是一定能打死对面了 刷多了变鞭尸了 我想想觉得没有必要 所以最后没有刷完曹皮 因为曹皮手里还有我的办法 我用过的所有牌 曹皮手里都有一副 你不觉得有打下去是必要吗 我觉得没有 我这个人从来不在不该装逼的时候装逼 因为你在不该装逼的时候装逼 这个逼子啊 他就被拆开来了 就变成十和三了 也有可能变成两倍的逼 那就是二 好了啊 这一句给大家讲完了 我们来看下一句 至于那个贾许在干什么 我只是觉得很后悔 如果蔡文基是内 如果蔡文基不是内 是中就好了 那贾许就是个死太监 我就骂他两句死太监 然后带着蔡文基一起躺赢就好了 但是他是中 我还得带着他躺赢 他就是个 他就是个不知道在干什么东西的卖国贼 到此我也没没理解 他到底在干什么 好 那么第二局 前两天 打的一把内奸 曹平起手就翻了夏侯氏 不给夏侯氏跳钟的机会 不给他跳钟的机会 然后这边刘鞋直接一把牌给了曹平 刘鞋把一把牌给了曹平的时候 我已经没得选了 我已经没得选了 我一定要去乐貂产的 因为这边有一个非常像忠诚的理点 所以说他把牌给曹平那一刻 我就必须要乐离婚禅 乐了离婚禅之后 其实已经算是跟反贼撕破脸了 那么怎么样能够提高一点收益 并且防翻车呢 万一要是流血貂蝉双中 我是不是乐了个中 那就杀杀离点 如果离点是忠诚 对吧 如果离点是忠诚 他看我乐貂蝉嘛 知道我肯定不是反 对吧 那他有可能给我忘戏 那我还可以摸点牌 那我也算提前空了中 万一是什么貂蝉中被我乐了 那也不能怪我 那我杀一刀离点 也算是平衡了 这就是求一个平衡 然后呢 反正已经跟反贼撕破脸了 反正已经跟反贼撕破脸了 那就尽量堆旗帜数 让自己可以保持满手牌过 那么最后一次旗帜呢 我没有选择旗帜自己 因为闪淘这种牌 我肯定要留的 装备我也不舍得扔的 就旗帜一下曹平 随便给他撸一掌过 这算是一种 比较高调的跳内的打法 但是我跟你说 这个貂蝉是一定要乐的 因为这个貂蝉 不管是中是反 它动了 你就一定控不住 你看到离婚禅 能乐就把它乐上 不然一定控不住 我们第一回合的表演结束了 接下来接着看 离点果然是个钟 这边小乔直接跳反 很嚣张 谈了一下草皮 这草皮疼得不得了 草皮也是环衣颜色 但是这个颜色环的一点都不好 因为小乔是最不怕被翻的一个 寻语也好 夏侯氏也好 貂蝉也好 都很怕被翻 就小乔不怕被翻 但是呢 也有可能曹丕 他是有一手的好牌要打 他也怕被乐 所以为了以防万一 他手里没无险可击 他去翻小乔 从这个层面上来说 那他翻小乔就没有错 重点我们观察后面 曹丕打得怎么样 就知道他是怎么想的了 你不能妄自揣测 我作为一个解说 当然要把没什么可能性 都跟大家说一遍 这是一个负责任的 一个大气的解说 该做的事情 不用感谢我 这是我应得的 总的来说 这把牌还是非常不错的 有桃要吃 有青龙岛九杀要打 有木马要传等等 杀夏侯氏 我肯定不会管的 但夏侯氏没死 再来一发 死了没有 你看秋桃球到哪里 秋桃是球到貂蝉这个位置 拆 果然啊 其实 其实其实无懈可击的话呢 主中跟反贼的数量是一样多的 所以说曹丕真的中乐了 是出不来的 曹丕这手翻面呢 翻得还挺好的 再拆一个 夏侯氏 已知夏侯氏没杀 因为他连烟雨都没放过 对吧 那么问题来了 接下来我们这手牌该怎么打呢 我选择先开南蛮入侵了 然后先开南蛮入侵 过到了无懈可击 我也没有选择无懈寻遇 为什么呢 因为两张牌 还是大概率摸不到杀 两张牌摸到杀的概率只有40% 如果夏侯氏没有被南蛮打死 我们可以及时的换打法 至于为什么不掀开这个无中甚友 因为无中甚友是一定要掏 掏别人的 掏别人的机会并不多 掏别人的机会并不多 所以说我们要珍惜这个机会 珍惜这个掏别人的机会 就这个无中掀开 跟南蛮的位置掀开后开 其实不是特别重要 因为南蛮你一定会开的 然后小乔是直接要弹死流血 也是非常狠 那流血就死了 然后这个夏侯氏呢 非常的惨 好像是真的要死了 死掉了 这个夏侯氏死了呢 算我们运气比较好 这样的话呢 局面就被简化了 我们就有更多的牌 可以去打后面的人了 那我们怎么打呢 首先无中甚友要开了 好 把利益的一张牌掏掉 这张牌呢 正好掏到一张桃 算我运气好 正好把他桃桃了 然后接到杀人 这个刀给他没收了 其实我不是真的想没收他的刀 他的刀对我来说无所谓的 纯粹是为了一张旗帜牌 三旗帜了 这个就顺手牌了 因为我有冠师府 然后要拆 为什么拆貂蝉呢 第一他有可能有九 第二貂蝉的牌 貂蝉死了也会被草皮之后 然后貂蝉是一定要杀掉的 不可能不杀貂蝉的 因为拿到 因为拿到人王盾了 就不要白鱼狮子了 如果没有拿到这个人王盾呢 白鱼狮子要留的 因为你不要觉得说要回血 有两个桃 不需要回血 不需要通过白鱼狮子回血 装备是很宝贵的牌 要攒的 能攒就要攒 教杀被我收掉了 那我们就趁机把离点也收了吧 然后我们惊奇的发现 这个曹丕呢 它是留桃宝离点的 也就是说 在前面 他没有拿这个桃子去杀流血 就我杀流血的时候 他没有救流血 而是选择留桃救离点 而这个桃是出乎我的意料的 我觉得 我觉得这个曹丕应该没有那个水平 如此前瞻性的说 我会大爆发 受那么多人 这足以证明 这个曹丕是有一点水平的 如果他选择两个都强行保的话 有可能一个都保不住 那这个寻遇我是一定要救的 我不能让寻遇死了以后 这曹丕跟离点收那么多牌 太可怕了 然后曹丕现在选择翻离点就很正确 因为现在再默默唧唧打 没有用了 我肯定是全场一面最大的 就一定要翻离点找机会 还真被他找到了那么点机会 你看有简易有连弩 但是我这个人吧 捏无限捏得非常非常紧 这张无懈可击 是我南蛮入侵的时候 旗帜上来的 一直没有用 这才叫把无懈可击用在刀刃上 这就是刀刃啊 这被离点拿到连弩 这局就没我什么事了 离点只能无奈的过了 打到这里 祖宗差不多没机会了 中了个冰凉寸断 小桥很给面子 把连弩顶掉了 开了个南蛮入侵 我这边是怕自己断杀 所以选择掉了一些 其实我后来想了想 这张杀可以出的 我身上有无中有顺手 断杀的可能性非常的低 反倒是自己身上没闪 有那么点危险啊 所以说这里 这里是一手争一手 这张杀不出 我觉得有问题 其实马上就要赢了 小桥说不定想不开 都会来弹我 我为什么不珍惜自己的血 对不对 这边不敢救循玉了 救了循玉以后 循玉就会给小桥解命 局面就有可能会失控 我想了老半天 理点已经这样子了 对吧 就算曹皮收了一把牌 然后爆发又怎么样 也没什么 反正理点翻面了 还是我迎面大 所以我最后选择 给主攻收牌了 当然这一手也是很冒险的 就救循玉也冒险 不救循玉也冒险 就两害取其亲 我觉得还是让循玉去死比较好 然后这张万箭启发是明的 但是开出来以后 李点也要被他打一下 因为小桥已经 因为小桥已经明的断了 天香牌了 所以说他毫不愿意的九杀小桥 如果他九杀小桥 小桥掉血 我是会拿套旧的 这个小桥我肯定不给他收的 你看就前面我不是没出杀吗 自己其实也挺虚的 对吧 是不是也挺虚的 所以说这张杀还是应该出 应该不会断杀 但是呢 另外一把连弩很快到了我的裤裆里 所以说那个南蛮入侵 我没有出杀 是起到了很好的效果 所以说我这个人打牌 从来都不会乱打的 我不出杀 只有不出杀的道理 但是呢 我觉得 玻璃胜利只有一步之遥了 还是应该西面一点 在出杀和不出杀里 如果我复盘的话 我觉得还是出杀好 但是我不出这个杀 自是有我的道理 这边那赶紧把 那注意一下细节 不要不要打错 不要在这个关键的时候打错 注意一下细节 排序好一点 就万无一失了 打到这里就不可能输了 最后正好多张杀 正好多一张杀把他打死 不偏不倚 不多不少 就多那么一张杀把他打死 足以证明我南蛮入侵不出杀 是有我的道理的 但是我觉得 但是我觉得 出了杀也挺好的 出了杀更保险 好 最终是获胜了 这把内奸打得非常的好 非常的好 就一手南蛮入侵出杀 是个争议手 这个争议手 的确是可能会造成我的失败的 的确是有危险的 这个的确是复盘了以后 想想也是 但是内奸打得真的是很好 我觉得拿这局 当内奸的教学 再合适不过了 真的不是我吹 这个王级内奸玩的 我自己都目瞪口呆 我怎么就打得那么好 这边是前两天打的一把 佐词内奸 因为我说一下 我这个礼拜的视频太多了 我下礼拜讲 还有还有一把 还有一把那个 马良主公的来不及讲了 就这礼拜打的好视频太多了 我不可能百科奖 他只讲我自己的 所以说呢 你们就看不到了 要看着下礼拜来看 因为这礼拜的好 打出来的好视频太多了 可能也是因为最近 不知不觉功力又恢复了吧 越打越好 其实曹丕不久杀我很正常的 小乔明的没天香牌 我有四张牌在手里 他怎么可能打我 对吧 他肯定 就是曹丕 其实这个曹丕打得很好了 真的 你自己看看百科奖谈里的 那么多 那么多投稿 你会发现这个曹丕打得很好了 但是谁叫他遇上我了呢 他要遇上个2B 估计他就真的赢了 我们先看看起手的化身 有个铁技 瞬间加珠环 稍微有点差 但是不重要 不重要 这个桃园结义还不错 我免费回了一点血 这个桃园结义让我非常开心 一个驱火 然后结三张 然后他手剑来打了我一下 手剑来打了我一下 那我们怎么办呢 用阴魂 用阴魂 然后给了徐环一张 然后吃个桃 撞个家里马 然后把邓爱的木马 不是木马 神家一一拆 一拆 然后徐玉出闪 出闪也没关系 强行杀他 他一看 你们知道这个徐玉 为什么会给我解命吗 当然徐玉 徐玉自己蠢也是一回事 但是你们看看这个场上的局面 首先 前面有个二章 这边有一个吕蒙 你没看错 这边有一个吕蒙 然后这个徐玉刚才砍了我 徐玉他砍了我以后 我二话不说 立刻换一个阴魂给他排 然后清空手排开万键 清空手排开万键 他已经出闪了 我再杀他一刀 你是徐玉你怎么打 这个时候徐玉 这个其实有一定程度上 牵涉到心理学了 徐玉其实 我在跳了反之后 他内心深处是对我有愧疚的 关键是我跳反还不是 用其他方式跳反 我是直勾勾的给他排跳反 很多人打排都是很情绪化的 这种情绪不光有负面情绪 正面情绪也有的 一个很容易玻璃心的人 一个容易乱打排的人 你对他好一点也很容易骗到他 路人里面玻璃心的那么多 同样的道理 路人里面这种骗法也很容易能够骗到排的 于是乎就截了一大波 这也是为今后 就我的化身那么差 我的化身这么差 能够在后期 有立足之地 也算是找回了一点资本 当然了有可能徐玉 他真的就给自己截 或者给吕蒙截 给吕蒙截应该不会截的 是吕蒙 他有可能给自己截 那你只能认 然后三血过也不是不能打 也是可以打的 三血过也是可以打的 因为我有神家一 而且反贼都会急着去打离婚禅的 他不会管我的 不会管我的 但离婚禅死了以后 我的压力就会变大了 所以说要早点做好思想准备的 离婚禅一死 反贼应该就不会跟我客气了 而且也看得出来 吕蒙再多跳一次反 谁都知道吕蒙是反贼了 我才是那个内奸了 然后他们开始打灯爱 这我是愿意看到的 这边的话呢 继续用马术 用马术 然后杀灯爱 送田 拆灯爱 送田 但是这个灯爱不争气 这个灯爱不争气 这灯爱不争气 这灯爱不争气 他红桃了 其实因为现在 如果我不把灯爱弄觉醒 我的压力会很大的 反贼不敢打灯爱 不敢打孙侧 反贼一不敢打灯爱 二不敢打孙侧 那反贼会打谁 反贼一定会打我 反贼一定会打我 至少这个吕蒙一定会打我 吕蒙看到许玉被骗炮以后 肯定是气 肯定是蹊跷生烟的 对吧 肯定是蹊跷生烟的 对吧 就好像 就好像 就好像我们这些单身汉 看到 看到那个 看到那些国外的那些白皮猪 说我们 说我们中国的女孩子是Easy Girl 那种时候 你那种是什么感觉啊 是不是很愤怒啊 吕蒙现在肯定对我恨之入骨啊 因为在他眼里我就是那个白皮猪 而这个寻玉呢 就是那个Easy Girl 这种这种感觉 恨之入骨 然后这边身侧又打错了 他可以先木马里放张闪给邓爱 然后再杀邓爱的 这边 这边稍微说一下 邓爱木马里的牌呢 是不能 囤田的 但至少不会掉血 现在邓爱被他自己砍成凉血了 就变成个废人了 就变成个废人了 我肯定不管的 二张死了 二张死了 我没什么坏数 二张死了 反贼就会 就会向我妥协了 他去吃桃好了 他尽管去吃桃 他尽管去满血 他尽管收二张 这跟我一开始想到的事情差不多 反贼是不会崩的 因为我有俩桃 邓爱再怎么样 他也不会来惹我 而且我离他最远 对吧 然后这个吕蒙好死不死的 自己去送邓爱田 你去送好了 他自己去送邓爱田 我本来还没想这么快送邓爱 我想着反贼既然死了 就慢慢磨 让寻玉驱虎去打 打邓爱 打到快死了 我再去弄他 结果他已经醒了 已经醒了 我就用铁剂了 用铁剂去打他 反正就那么几个 就那么几个破化身 也没什么选择 能做的就尽量做了 现在也是风雨飘摇 因为邓爱 上一波觉醒呢 他会去打二张 我觉得没问题 这一波觉醒 他去打吕蒙了 吕蒙如果被打残了的话 那局面就有可能失控 所以我得帮衬一手 先让他顺两下 第三下给他打无限 第三下打无限 这样吕蒙压力小一点 然后这帮反贼 暂时没什么能力 我呢只能靠铁剂 也没有 我这边 我这边有点后悔 可能 可能用阴魂好一点 可能用阴魂 去阴魂吕蒙好一点 因为有了木马 孙策给邓爱送杀 吕蒙就很有可能死 我觉得这里 其实我是有失误的 我应该用阴魂的 你看这个身侧 也就是这个吕蒙闪多的 我数都数不清 这么多闪 这么多闪 其实应该用阴魂的 刚才那次 刚才那次打的不对 应该用阴魂的 然后这边这个吕蒙 还不肯放过我 不过也正常 也正常 我救他没安好心 对吧 我救他可不是没安好心 你以为外国人 跑中国来 有几个是安了好心的 我不能说 大部分人没安好心 但我估计 至少50%的人 是没安好心的 所以说吕蒙这种 奋起一搏 我明明救了他 但是他还是对我 恨之入骨的这种行为 其实我内心深处 是非常理解的 因为我看到 有些人 他被那些 不安好心的外国人 骗了以后 还帮人家数钱 我也是怒其不争 哀其不信的 那我能怎么办呢 我一点办法都没有 除了在这边 劝一劝各位之外 没有别的事情可以做 这边其实不闪为好 不闪为好 万一寻语来屈护我 我这个桃就没了 就很亏本 不过还好寻语摸到的是大点 他选择让孙策裸奔 这局面对我 越来越有利了 然后 然后这个群语好死不死的 给我送了一个神化身 我跟你说 这局游戏 我这一个化身就够了 我现在变王毅 我就能赢 我一个化身够了 换秘机 换秘机 然后身色挂闪电了 我这个不能乱爆的 不能乱爆的 我自己是有小桥的 没有必要去 没有必要去硬钢 我自己是有小桥的 没有必要去硬钢 我每一点血都很重要的 因为反贼都会来打我 你看 就 时间长了以后 再Easy的Girl 也会发现自己被骗了呀 虽然现在已经太迟了 但是至少他脑子是清醒的 他现在知道我是坏人了 他现在知道我是坏人了 对吧 知道我是坏人了 有个顺手签 我是不愿意去顺 我是不愿意去顺闪电的 因为我是有小桥的 我有小桥的 我为什么要顺闪电 我无所谓 我就刚 然后 前面之所以把桃吃掉 一方面的是因为我不想顺闪电 我不是很想顺闪电 所以说我 把桃吃掉 不吃桃的话 中闪电就要死了 其次呢 就是因为 吕蒙要觉醒了 你算一算吧 上回和吕蒙是不觉醒的 这回和吕蒙就觉醒了 对吧 觉醒以后 我这个桃子不吃就被他扔掉了 所以必须吃 然后吕蒙 遭天谴了 其实吕蒙 除了 选的降弱了一点 对吧 被人误会深了一点之外 别的都挺好的 别的都挺好 但有时候吧 你自己不争气 又能怎么办呢 就好像我 我作为一名中华儿女 对吧 我 对吧 现在中国国际地位越来越高了 但是呢 中国人呢 在这个世界上的地位呢 还处于一个半上不下的状态 我应该怎么办呢 对吧 出国了 还是有可能会被人歧视 或者被人抱团欺负 那我怎么办呢 怨天尤人吗 赖国家吗 我不会的 我作为一名中华儿女 我一定是出去 想尽一切办法 为国争光 我一直说 我是为中华之崛起而直播的 对吧 所以说 我如果要是 碰到这种事情 怎么办 自己争气 你吕蒙选一个好一点的武将 不就没事了吗 你自己不争气 你就不要怪别人 寻与固然有错 你吕蒙的原罪也逃不掉 两个人一秋之鹤 所以说 就被我占便宜了 这局我呢 这局我打的 其实 问题比上一把多 上一把 除了那个南蛮入侵 出杀这件事情 是争议手 都不算错手 争议手啊 别的都打的特别好 这局的话 其实错手挺多的 刚才阴魂 没有阴魂吕蒙 就是个问题 因为如果吕蒙 晒少一点 是不是被孙策捅穿了 对吧 那这 这一局的话呢 孙策现在唯一的机会 就是等着 寻与送他觉醒 他火攻自己 希望寻与能送他觉醒 但是寻与被乐了 那到我的回合 毫不犹豫 换成铁骑 一刀九杀打上去 其实寻与没有 其实寻与是 没有九 寻与没有九 这种东西的话 九杀上去就一定死 但是铁骑可以 省张杀嘛 铁骑可以省张杀 打到这里 孙策已经 不可能有机会了 因为你遇到的人是我 我现在就是个 我现在就单王义 跟你打 孙策遇到的人是我 现在他唯一的一面就是 现在摸到火攻 现在摸到火攻 有一点点机会 因为我没有特别好的化身 去对付他 进攻性化身 只有个铁骑 他现在摸到火攻 回后外留个桃 我还真有可能就输了 真有可能就输了 但是他上哪摸第二张去 从我摸到顺手 跟联弩的那一刻起 他摸火攻的机会都没有 现在起 孙策已经输了 我摸到顺手的那一刻 孙策就已经输了 其实是垃圾时间了 只要我自己不胡来 无论弹幕上说多少 怎么这么怂啊 怎么这么弱啊 赶紧捅啊打决斗啊 这种声音充耳不闻 当他们不存在 你知道什么叫 闷声发大财吗 你知道 你知道中国的国际地位 能有今天 隐忍了有多久吗 90年代 00年代 跟10年代的中国 在国际上的地位 翻天覆地的 就跟这局一样 就跟这局一样 一开始的我 五人局时候的我 三人局时候的我 两人局的时候的我 这个在这局里的地位 是不是翻天覆地的 完全不一样 就是不打孙策 气死你 其实孙策的牌 不算太差 一直在摸好牌 我都没摸到这么好的牌 但是没用 你一手好牌 你也打不赢我 然后 孙策就屈辱地投降了 好了 今天的 这个直播 到此结束 今天果然超时 超得很严重 但是没关系 百坑讲坛 时间的话 短的一个半小时 长的两个半小时 反正在这个区间里 今天废话说的有点多 所以稍微长了一点 希望大家不要见惯 那么 再次重申一下 从今天起 百坑讲坛 除了放优酷之外 我还会放到B站 我的B站的名字 暂时叫小半个橙子 你不要问我 为什么叫小半个橙子 因为别的名字叫不 因为别的名字 起不了 已经起不了了 暂时叫小半个橙子 以后可能会改名 到时候改什么名再说 有可能改名叫梦中三国沙 或者就改我直播间的名字 又或者改 我在B站最有名的是 新世界的咖咪 但是我有点不好意思 因为以前我在Lineman挺出名的 现在我在Lineman 估计不被喷就不错了 我也不太好意思 但我在B站其实挺出名的 但我不太想用 跟Lineman有关的名字 因为我现在在Lineman 已经不行了 好汉不提刀烟勇 对吧 暂时就叫小半个橙子 低调一点 等以后在B站 名气响了以后再说 好吧 那从今往后 反正想看优酷的看优酷 想看B站的看B站 但是我跟你说 在B站看有一个问题 就是百坑讲坛的专属片头 你们看不到 想看百坑讲坛专属片头 只能在优酷 或者在直播的时候看 你不要问我为什么看不到 反正我之前放了一个原版的上去 他给我弹回了 后来我把头切掉 就可以了 183期我已经放在B站了 大家如果183期没看的 可以先去B站看看 184期呢 我尽快放上去 好吧 我估计怎么也要今天半夜 好了 那么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 明天见 明天礼拜五 继续给大家进行路人直播 明天见 我愈成仙快乐齐天 最终还是那些年 结婪练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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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变 写尽了从前以后 嘉年红颜 美妙无可言 怎样看活命中缘 怎样参透 情中陷 无非是再多一点 再少一点 谁知深河间 去过窗前的灯和窗外月 心忽明忽暗 旧空该醒了天 该亮了才 挣脱纠缠 过雨成千 快乐起点 变幻出神话在风中流传 真心走破每个瞬间 再来对孩子 宽宽笑谈 过雨成千 快乐起点 让自己对得起美丽语言 天将我在天地之间 总有故事让后人看 就过窗前的灯和窗外月 心忽明忽暗 就过梦该醒了天 该亮了才 挣脱纠缠 我雨成千 快乐起点 变幻出神话在风中流传 真心走破每个瞬间 再来对孩子 宽宽笑谈 过雨成千 快乐起点 让自己对得起美丽语言 天将我在天地之间 总有故事 总有故事让后人看 过雨成千 快乐起点 变幻出神话在风中流传 真心走破每个瞬间 再来对孩子 宽宽笑谈 过雨成千 快乐起点 让我对得起美丽语言 天将我在天地之间 总该有故事让后人看 我对得起美丽语言 爹地说什么 爹地说什么 产生 charger 爹地说颈